8月26日晚 李宇春疯狂世界巡演在北京万事达中心拉开了帷幕 此次演唱会以疯狂为主题概念 颠覆传统大胆新锐 整场演出以浓郁的欧洲古典风情贯穿时钟 华丽的服装造型及优雅的舞台风范 犹如一场舞台剧 在剧情方面其实我参与的比较多 因为我自己这一次特别希望说 把这个演唱会做得有一些音乐剧的感觉 这一次其实就是讲了一个故事 其实也是我出道七年来的一个新路的历程 可能我最早第一张唱片叫《皇后与梦想》 也是从这个皇后这个人物来做的一个故事的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舞台剧的概念 李宇春也参与了剧情设计 类似多幕剧的形式展现了李宇春这些年来 关于音乐的新路历程 此次演唱会最大的变化还要数李宇春颠覆以往 大玩竞歌热舞 李宇春这个会跳舞的文艺女青年 着实带给了歌迷们巨大的惊喜 演唱会最大的变化 舞蹈 我覺得舞蹈應該是會堅持的東西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可以鍛鍊我自己的身體 我平時也沒有太多別的時間去健身房 所以舞蹈首先它可以鍛鍊我身體 第二個是我自己確實也很喜歡 通過自己的肢體語言去表達一些音樂的感受 出道8年 選秀出身的李宇春完成了屬於她的傳奇 這些年粉絲一路追隨 每一年的8月26日都有一個和歌迷的約定 她的歌屬於這些為她瘋狂的歌迷們 優酷娛樂播報北京報導